红军地下战略将遭到全面和彻底的失败 这期的话题是 俄罗斯用炸弹驱离了英国驱逐舰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6月23日英国皇家海军 卫士号驱逐舰在黑海西北部水域航行 其间闯入了俄罗斯领海三公里 对此俄军向英军舰发出了警告 但对方没有回应 随后一架苏24M战斗轰炸机 在这艘军舰的航行方向投下了四颗炸弹 随后英军舰离开了该水域 后来英国驻俄大使馆武官被俄罗斯国防部传唤 对此英国方面当初否认并进行辩解 称我们认为俄罗斯当时在黑海进行射击演习 该射击并非指向驱逐舰 我们也不承认有任何炸弹在我舰的航行路线上投下 英方还称这艘皇家海军舰艇是根据国际法在乌克兰领海进行航行的 下面呢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英国驱逐舰到黑海来做什么 在北约国家中英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强国 其军舰这次之所以来到黑海 我认为呢其目的有四个 一是监视和介入乌克兰局势 通过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 来抵近监视侦察俄罗斯的反应和动线 二是呢英军在炫耀武力 英国海军虽然近年来已严重衰落 但意图啊通过刷存在感来证明自己仍然是海上的军事强国 三是呢做给美国这个老大看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翻脸 英国军舰到俄罗斯家门口展示武力 表明英国是美国这个老大忠实的帮凶 四是呢进行火线练兵 英国海军企图通过这样的航行来训练和检验 与其他军兵种之间进行配合的协同作战行动 本来英国这次的行动并没有考虑到敌情顾虑因素 但遇到俄军的强硬反应 英国看到自己啊并没有实力对抗俄罗斯 而且一旦打起来美国也不一定介入 最终呢还是选择了撤离 这充分说明英国并不敢也不愿意与俄罗斯打仗 第二俄罗斯为什么以武力驱离 英军驱阻舰这次对俄罗斯领海的肆意闯入 俄罗斯先后进行了口头警告火力警示和火力驱逐的措施 俄军这样做呢符合相关国际法及俄罗斯本国的法律 因此呢也是有理和有据的 一是俄罗斯深知这是对他们的投石问路和试探底线 就毫不犹豫的进行了武力反制 二是再次体现了俄罗斯战斗民族的形式风格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2018年11月英国为了彰显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曾经派出了特混舰队开进了黑海向俄罗斯释牙 当时呢俄罗斯就出动了17架战机 从低空航线飞越英国军舰上空 并使用了机载火控雷达锁定了英国军舰 国家三是给北约国家定规矩画红线 以此警告美国及北约各国不要在乌克兰问题上一意不行 对此俄罗斯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以武力应对 俄罗斯的这次炸弹驱离 对英国对北约及东欧也具有杀鸡警猴的考量 四是俄罗斯的此番操作再次体现了 这个战斗民族一贯的促士风格和战斗作风 这种做法也值得所有反霸权国家参考和借鉴 俄罗斯的此举也再次证明了赶战才能言和 第三英国开始为什么失口否认 英国国防部当初之所以不承认俄罗斯在他们航行的路线上投掷过炸弹 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 一是为了保住面子 因为毕竟英军的驱逐舰是在俄军空射火力下 才驶离了当时所在的海域 二是为了混淆视听 狡辩自己军舰横行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三是要给国际社会一个虚假的结论和印象 我们这是在护权大局 是在维护和平 我们并没有还手 四是为了掩饰自己到黑海来的真实目的 是为了遵随美国 以乌克兰问题干预俄罗斯 他们在这里并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 五是力图证明自己并不是因为害怕而离开的 而是自行离去 第四美国及北约针对俄罗斯的军演已经多次 今年以来啊 北约在黑海海域及俄罗斯其他周边地区 举行过多次联合军演 三月初他们就举行了代号为波塞冬2021演习 出动了十余艘战舰 模拟对俄罗斯潜艇进行了追踪和围堵 三月十五日美军主导了欧洲防卫者2021军演 27国的2.8万名官兵参加 演习持续到五月份 三月二十一日 北约多国在罗马尼亚附近海域 进行了海上盾牌二一的演习 出动了18艘军舰 10架飞机 以及2400多名官兵 美国和乌克兰还宣布将在6月28日到7月10日 进行海上威风的联合军演 预计将有32个国家32手军舰和40多架飞机及5000余人参与 面对北约的军演 俄罗斯呢也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回应 3月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举行了万人规模的反登陆军演 4月俄罗斯国防部要求所有军区进行战备检查 并在全额101个训练场520个军事基地举行了4000多场各类规模的演习 6月15日 俄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以西的500公里到800公里的海域开展了大规模演习 主要演练了攻击敌航母 可见啊 美国及北约与俄罗斯已经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 第五对下部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分析和判断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是单打独斗 而拜登上台以后呢 他一直主张联手行动 这次英国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仅仅是开始 北约集团认为由美国撑腰和支持 他们不会放弃对俄罗斯及其他他们认为敌性国家的军事挑衅 未来北约及其他国家仍然会继续在其他方向 以其他方式与俄罗斯叫板并进行对抗 按照俄罗斯的促使风格 他们对此也必然会针锋相对 必然以军事手段进行反击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